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共读的是 鱼狗店长乐读师系列的古典诗子启蒙操作书 那这系列是由台湾的知名绘本作家 也是插画家黄玉轩 他旗下有一个自创的品牌叫做Small House 它就有这一系列的印页的操作书 那我觉得非常适合大概一到四岁的小朋友 就是这个幼儿呢 他来认识古典诗词 然后同时或者是当作一本叫印页的操作书 跟亲子共读 然后最棒的是他不但是中英双语的 然后他还有很多丰富的操作 趣味的印页的操作机关 那非常的坚硬 然后很耐操 然后呢他是有点读的功能 所以只要搭配这个K3的点读笔 他就可以出声会唱歌 也会朗读诗词 然后也会说故事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这是这系列的第三集 他总共前面有出过日月星空 还有春夏秋冬 总共已经出过八本 那最新推出的2019年底推出的这四本是 叫做游山玩水系列的四本 那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试听一下 然后来看看他里面的操作机关是不是很适合小朋友接触 好 那第一本我们来听的是老街之旅 那老街之旅呢 他这里面这系列他有趣的是他都是用一些有名的唐诗上就是老街之旅是巫一巷 巫一巷就是旧时王谢唐前夜宴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那一首 那大家都对这个是很耳熟能详 但是他把它改编成就是跟这个原本的意境不太一样的一个非常让幼儿也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情境 然后搭配上非常可爱的插图 然后还有这个很好玩的操作机关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还有这个歌曲 老街之旅 独巫一巷 那让大家一边听音乐呢 然后一边来看看他改编的样子 他会先唱一遍歌 然后再朗读一次诗词 好最后再唱一遍歌 那我先让大家听一下他这个诗词 他听到 朱雀桥边野草花 鹿一巷口信杨霞 旧时王谢唐前夜 飞入寻常百姓家 好那先到这边我先按一下暂停 然后我们来 因为他之后还会再重唱一次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这里面 就是假如你不把他当作歌来听的话 他可以怎么当故事来听 那首先他这边呢就是 呃在左上角的地方都会有他原本的诗词 像这样子 每页都有 然后你点他下面的这个拼音的部分呢 他就会有单字的声音 他点这个音乐的符号 他就会唱刚才那个歌 那只要我想要听故事的话呢 我可以直接点这个页面上的字 然后他点中文的部分 他就讲中文的 然后点英文的 他就讲英文的 这是一条老街 老街上有好多老房子 沿着山坡 一间接着一间 那只要想要听英文的话呢 This is an old street On the old street There are many old houses built along the hillside 听一下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 原来是这个狗店长和这个杨小姐 他的朋友杨小姐一起去逛老街哦 然后呢 街上好多商店跟游客 狗店长跟杨小姐逛了一整个下午 坐下来歇会儿 一抬头正好瞧见漂亮的夕阳 那这边转盘 可以看到好多人在这边走 天空突然飞过一群燕子 不晓得它们要到哪去呢 跟着燕子 跑过小桥和草原 又有一个这个 最后来到一间荒废的老宅院 哇 竟然藏着一个好漂亮的秘密花园 好 那这边我们就先到这边 这是乌衣巷 它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在老街探险一样 非常有趣的一个就是游玩的一个故事 我们再听下一个好了 夜游之旅好了 这是也是我们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 每个人的课本以前都读过是 风桥夜游之旅 夜游之旅 它变成夜游之旅 读风桥夜游 然后它会再逆词 让你读一次搭配音乐 月落屋提霜板天 江风雨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好这边我按下暂停 你还会再唱一次歌 那我们来听一下中文故事的部分 一个秋天晚上 狗店长和阿诺出门夜游 冷风呼呼吹 乌鸦嘎嘎叫 月亮缓缓的西沉 穿过枫叶林 走过小石桥 夜更深了 河上的小鱼船 连起一盏盏灯火 爬上山坡 发现有座可爱的小钟楼 要不要上去看看呢 好我们上去看看 上去看看 然后呢 阿诺敲响了大钟 当当当 中声一声声地回荡在午夜的星空下 那这一样 这本也是有他自己的 英文的部分 然后我可以随便听一句 让大家听一下 好那说限于时间 我们就进行到下一本 让大家看一下泛舟之旅好了 那这个方面也可以玩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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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按一下暂停咯 然后他会再唱一次歌 那这边就不继续听下去 那 这个早发白地城 或者是早发薄地城 我们小时候学的是念薄地城 那这边是破音字 那两个都可以 然后呢 他的故事 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故事 一个美丽的清晨 一个美丽的清晨 狗店长和希卡搭上了东山先生的船 兴奋的出发去泛舟 这个帆 然后去泛舟的故事 小船顺流而下 速度飞快 沿途有瀑布 有峡谷 还有一颗老神木 那下面还有这个大象 很可爱 瞧 岸边有一群活泼的猴子 这是我们家弟弟最喜欢的一页 然后呢 最后他说 轻快的小船 经过了重重山岭 最后抵达热闹的小港口 散州的一天 真好玩 对 就这样子 最后就是泛舟的 好 那那个英文的部分 我就让大家听一句 意思意思 at beautiful dawn boss and cica board mr duck's boat and excitedly go on a boat tour 好 那与时间的关系我们来讲 第四本沙漠之旅 这是大家也非常 就是有读过国中大家都会的就是 梁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的 他我觉得他搭配的非常好 就是找了一个非常沙漠的背景 然后配上这个沙漠词 然后他歌也是 你听歌你就会知道他非常的有这个 抑郁的风情 沙漠之旅 读梁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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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就是很有遇过风情的 好像在沙漠里跳舞的感觉 葡萄美酒夜光杯 云底阿玛上碎 醉我下成君我下 古来争战几人回 好 那接下来大家看一下机关好不好 然后大家听听看故事 这是真是一个非常沙漠风险的 一首歌 然后他的故事也是关于沙漠旅行 狗店长和西卡到炎热的沙漠旅行 在凉爽的正棚里 享用丰盛的午餐 凉队阿玛边弹着乐曲 边唱着歌 快骑上路途 沙漠探险小队出发咯 大风吹的沙子飞扬 太阳晒的岩石发烫 经过了一座绿洲 小动物们都躲在这儿乘凉 辽阔的大沙漠 一望无际 小心 不要找不到回家的路呀 好 就这样结束了 那这个故事他也是有英文的 那我们来听一句好了 他说 Tour guide Arno plays music and sings a joyful song 我其实蛮喜欢他的这个英文旁白 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 然后很开心的感觉 跟酪梨寿司团的话 都会我们有布证他的那个 点独随身小卡 那Kisserie的点独随身小卡 真的非常的方便 就是 他这个夜游之旅的话 就这样两张 他是双面的 所以一共是四面 像这样子 那他之前的那几本 他也都 之前的两个系列 像日月星空 还有春夏秋冬 他的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点独小卡 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加购这个Kisserie的点独收纳 小卡收纳手册 他已经有出了好像是五个 五个不同的图案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 他周边系列的一些就是点独小卡 全部都收在这个里面 他就这本是最新的 就是诗子 那非常方便 可以带出去 他的小卡上面有什么呢 他有分中文故事 点这个会讲中文故事 读方桥叶博 一个秋天晚上 狗店长和阿诺出门也有 他也有英文故事 Night tour A story inspired by the poem Moored for the night by Maple Bridge One autumn night 那对 还有这个 唐诗朗颂 张继 风桥叶博 月落屋提霜满天 江峰与火对酬眠 那也有唐诗童谣 就是会唱歌的那部分 月落屋提霜满天 江峰与火对酬眠 然后最后一个 他是童谣伴唱 就是背景音乐的 你可以自己唱 再给唱 小朋友可以跟妈妈一起合唱 然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他这个小卡是双面的嘛 然后他你每一个想要听 比如说我想要听泛舟之旅 那我听完夜游之旅 在听泛舟之旅 我要记得点一下他这个标题的部分 然後我才能去点其他的 好那就先介绍到这边咯 提醒一下大家 不要忘记这个小卡操作方式 然后小卡用完之后呢 记得要把它放回这个 点读手册里面 这本是我们家英文的 然后点读手册 可以把它直接这样子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的话 就不会再弄丢了 他可以带出去 好就这样跟大家说拜拜